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玩吞吞龍大冒險啦 那今天這支帳號啊 不是哲平的帳號 這邊這個帳號是一個大佬的帳號 是我們禪風大哥的帳號 那目前來說他只有玩我們這邊的四天 但是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他的龍喔 非常非常的誇張 我們今天等一下來體驗一下 就是我們的冰龍艾希啦好不好 因為他這邊好像把我們UR的火龍跟冰龍的艾希 好像都抽到一個滿上了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究竟這個體驗起來的 感覺是怎麼樣喔 他說如果無聊的話可以把他打關卡 他現在打到五隻山而已喔 也沒有打到五隻山而已耶 因為我也是打到五隻山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來說的話他的這個冰龍的能力 已經到達該怎麽說呢 這多少啊 他現在這個冰龍的幻化看一下喔 他是LV20然後滿星是不是 有什麽問題阿 老哥 他這邊兩隻UR的龍都是六星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就是他這邊的能力究竟是有多高 目前還是開放了這個 世界的這個符文征服 然後還有這個 速凍風唇 以及這個冰霜盡烈 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寒冰奧義喔 然後31等才可以開這個永恆的這個兼兵 然後目前來說 其實我不知道他這個升星阿 喔 你有看到 這邊的話基本上最高六星嘛 這邊是寶物造成的這個差異提高200% 每次取出寶物後 艾希同時會召喚強力的這個寒冰之錘 然後對威脅度最高的這個敵人所在的這個區域造成這個 範圍的錘擊 對主目標造成1500%的這個 傷害係數的這個冰元素不能傷害喔 對目標的這個 外的敵人造成這個 的傷害降低70%這樣子感覺滿猛的喔 主要來說他是 滿星的啦喔 滿星的角色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們來體驗一下阿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的這個 自己本帳的話是比較沒有在課金的 所以我們大概會有一個就是 大樓的這個課金帳 不過他後來有說他原本是想要抽那個啦 原本 呃就是因為大家好像說 迪斯奇效果好像沒有到這麼好 所以他就沒抽了 他是把這邊的這個 把布娜跟我們這邊的這個艾希抽滿喔 如果之後還有一些 更厲害的角色的話 到時候他的帳號有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我們就先來體驗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艾希啦好不好 快買幾咧 那他的裝備這邊也是 屌到一個不行啦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黃金裝 畢竟他是這個等級的這個東西 畢竟還是 必須 有這個能力的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冰龍的這個效果 那他就愛說打服 一開始就直接吃這個 滿滿的這個符文的這個效果 他連普通攻擊都通到一個歪歪啊 這就是 課金帳號的這個威力嗎 來看一下先選一下這邊的這個能力 好那這邊的話 他隨時都會有那個符文 誕生在我們這個地圖上然後基本上靠近應該就可以吃到了吧 他不是都他會吸收旁邊的這個符文嗎 應該是有喔 然後開完之後的話你就會有這個 他的這個寶庫 寶庫就有這個弓箭開拉了 很帥耶 其實我覺得 Ur艾希的這個效果是真的 就是 打起來滿賞心悅目的 因為他畢竟就是一個靠符文然後還有一個寶具的 這個符文一直出現 其實我說真的我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那個 他這隻角色的這個符文厲害了 是因為他課金課很多所以很厲害完全感受不出來了 這個帳號真的是 腳都會翻掉 我目前說他也只有打到五支山然後跟我講說我無聊的話可以幫他打關卡 要偷懶是不是 彈鋒哥哥 需要這樣偷懶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符文喔 所有攻擊符文從一階變成二階了那目前來說我們這個 冰凍符文真的是 一直都有在這個觸發當中 你看嗎 你三個人然後就瘋狂射 然後你符文開起來的話基本上好要開幾個的話他就會一直不斷施放他這邊的這個 寶庫 這有點猛欸說真的這隻 然後符文飛彈來了我們就是用更多的這個符文 他就是有一大堆這種加乘的這種效果 就是你只要吸收很多這個符文之後的話就是直接打爛的 像這個雙劍攻擊啊或是啥的然後他待會還會就是 開更多的這個符文效果出現 好猛喔 我感覺好像是傾輕鬆鬆就直接打到這邊來看一下大招 我直接開一個大招然後他就直接被我吞掉了 其實我真的講啊就是遊戲的話有兩種玩法 一種就是你真的是不課金然後用一些就是比較 那個基礎的跟一些東西然後慢慢的去累積 然後讓自己就是 玩起來就打過關卡的時候你會很爽 然後另外就是你真的就是這樣有沒有 玩這種就是課金到一個滿爆的這個賬號 然後你打起來也很爽 因為你就會感覺就是一切都在這個切鬥各種爽感都有啦 只能感謝這個 這個殘風哥哥讓我體驗到這個 滿等的這個 超強賬號的這個威力好不好 那跟我們玩的遊戲是不同一個遊戲耶 感覺站的都可以贏喔 太省了好不好 主要來說這個UR的IC的話大概就是不斷一直吸這個 吸符文就可以了 因為他主要來說靠符文打 他其實這個吸別人這個子彈的這個好像效果也不是很高 他這個符文真的是會一直誕生一直誕生 然後你吸完幾下他就會有那個就是那個寶庫的那個寶庫可以開 超誇張 而且我覺得目前來說整個那個就是 畫面很賞心悅目大概就是這隻 因為他看起來真的是 滿漂亮的 因為各種符文然後各種亂K 然後K下去之後我們還會有那個 大招可以開 真機不錯 他的大招好像就是你旁邊會單身兩個那個結晶然後他會就是 比較多的這種就是觸發這樣子 但他最厲害的部分還是這個符文的攻擊 就是他會你看有沒有 他這個 他一堆符文 太誇張了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盡量再選更多的這個符文 反正這個UR的這個IC的話基本上就是符文 符文之符文之農女啦 好不好完全沒問題 然後來囉看一下喔 說一下 喔某符文你看看 有沒有看到我一直吃到符文 這整個騎士直接 直接 消失不見了喔 就像切豆腐一樣 而且這關卡是他還沒有打過的關卡 所以代表其實 這個帳號的話應該還是可以刷到蠻後面的 有沒有看到 這只要吃個那個符文 那一切都自動攻擊 太神了 你看我們這樣目前來說就是 因為我們一切都是靠符文嘛 所以過沒幾分鐘這個符文一出來 我們直接刷爛有沒有看到 太神了吧 好誇張喔我的天 哇真的是太誇張了 我們改天再來體驗一下就是蠻等狀態的那個法夫那好了感覺法夫那那個龍焰應該也是會 帥到一個不行 你看因為他基本上我們已經點了太多那個符文對不對所以符文他們一出現的時候就一次這麼多個 然後你去撞一下基本上 就感覺很像他的普攻強化但是他還是有比較 就是平弱一點點時間 就是當你這個符文結束之後的段時間如果沒有其他符文接下去的話 你這邊的這個傷害攻擊會變成就是只有一發這個 就比較稍微平弱一點點 但正義來說的話我覺得還算是ok 來囉各位 這是我們的這個羊捏捏 又是這個小紅帽 所以五之三後面的話基本上又有小紅帽 那我本帽要打到這個地方的話那還是蠻好 你看看 這邊一吃完這個符文 直接刷爛 哇這是30等的耶 腰那個羞 太神了吧老哥 打贏了好不好 而且他後面會直接送你那個耶 直接送你那個書 我覺得整體體驗起來的話這隻的這個那個 聲光效果真的是蠻好的 再加上就是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符文其實只要在旁邊的話基本上就是可以輕輕鬆鬆的就是那個 就是吸到然後就是開始一連串的這個超強攻擊 那主要來說因為他六星啦所以也不知道就是他是不是 如果是一抽到一隻的話狀態會如何 到時候我們可以再看一下就是如果我們要玩那個 玩我們那個什麼 玩我們就是那個 就是我們到時候本帳如果有抽到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是不是就猛 他一開始就直接吸收四個了 好猛喔然後你看 一開始就直接把這個符文變到二階了 我來看一下喔他還沒打過的這個第十層 哇你看 這個我記得我上次有打給大家 他坦白不是 靠 差小啦 完全不需要去吸收他的子彈 那我真的覺得這隻的話感覺會比較強強一點點 對啊 你看他只要吃到撲文他就可以開扁 那整體來說其實這個關卡還是有他的難度 還是有他的難度 我這邊沒閃的話還是會 蠻容易失誤 但是 我就不用跟那個UR的那個法夫那一樣 一定要去吸他的這個攻擊 所以我覺得好像 感覺這個冰龍好像是不是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 我覺得法夫那的話真的太太需要去吸收別人的傷害了 但是我們這個冰龍的話感覺好像 也是還蠻需要就是去練其他的技巧 這個 第十關 就算你就是用到一個就是比較強力的這個角色 就是如果你真的沒有去練一些 走位或什麼技巧或是去籌集這種的話 感覺好像也還是蠻難的 所以大家要自己要小心一點點 但是這個一開始因為我上次好像也有打過這個關卡給大家看 這個這個蠟燭啊 因為你要把他打到這個洗髮 就是你傷出我之後他才會噴就是子彈出來 但是你看你現在就要 你只要努力的閃然後閃到就是那個 他那個符文出現 就沒什麼問題 一直吸這個就可以了 輸不到又爆炸 這很強 這隻我覺得就是特別保命 你看 他就是有其他一些子彈的環節 我都不用擔心 我就是直接在旁邊一直吸這個符文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可以就是借這個機會然後去閃 然後吸這個符文 就可以輕鬆把這個給打掉了 你就是等那個符文到的時候就可以了 符文師然後符文都自動快去瞄準 這隻我說真的好像會比UR還要強 比那個UR火龍還要強 我自己感受起來啦 就是如果你是那種就是 不太會去閃避的然後或者你真的很 很需要去閃避一些能力的話 這個符文 能不能爽到一個飛天 因為他自動會幫你就是去瞄準這個敵人 然後你也不用擔心就是你閃不過這個敵人之類的 直接打掉 這隻我好像 感覺我會比較推 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為目前來說這隻的這個賬號 等級太高或幹嘛之類的 這個可能到時候可以再看一下你看 你會自動把這個符文吸過去 你就只要去閃這個子彈而已 你也不用太去吸那個就是 直接 直接在這邊一直瘋狂靠那個 靠我們這邊的這個符文打就可以了 那 可以的耶你看你刷掉了 好猛喔 我說真的現在目前來說UR最強龍我應該會給這個符文的這個愛希喔 你們自己看你們會覺得這個能夠給幾分嗎真的很強 因為你完完全不用擔心就是 那個吸引子彈的任何問題 哇這個 愛希 牛蛙蛙好不好這邊應該蠻推薦的喔